安装场地需要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 必须保证塔基最大旋转部分与周围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5米 塔基任何部位与架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规定 上回转自身式塔式启动器的重量都在几十吨以上 所以需要将零部件运到工地进行现场安装 安装塔基可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技术活用 必须要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安装队来进行安装 安装人员必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塔基安装资格证书 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才行 并接受安检人员的监督 固定式塔基采用整体钢筋混凝土基础 根据不同工作环境以及地耐力情况 有几种基础图可供选择 施工时基础尺寸应严格按照图纸要求进行 地角螺栓由高强度钢材经过特殊的工艺制造而成 每次使用都应由专业厂家提供 使用时应涂抹黄油保护罗牙 塔身标准结分为上塔身下塔身 装备时塔身结不能倒置 吊装基础结时 顶升踏步的方向必须朝着拆卸时平衡臂的方向 固定好基础结 保证塔身垂直度消于等于千分之一点五 胶筑混凝土要用震导器震时 基础需要常规养护15天以上 塔吊首次安装时 不需制作平衡重 应严格按照图纸进行操作 否则会造成转裂 重量不足或不能安装到位 塔基安装需要起重力合适的汽车吊 或其他能力相近的起重机协助 塔基安装前需要用风速仪 检查安装现场的风速 塔基安装工作应在风速不大于四级方式进行 所有可拆线的削轴 塔身连接的螺栓 螺母 均是专用特制零件 不得随意代换 否则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所有削轴 螺栓 使用时都应提前涂抹红油 准备辅助吊装设备 如枕木 锁具 绳扣等常用工具 将下塔身吊装到机节上 有踏步的一面 一与机节上的踏步对齐 用高墙螺栓连接螺靠 以同样方法再安装其他标准节 哥罗姆均以施加符合说明书要求的预计例句 用经纬仪从两个方向检查三个标准节的垂直度 垂直度偏差应不大于千分之二 按要求安装操作平台 爬梯 顶身油缸及液压泵 套架内侧有可调节的滚轮 顶身时滚轮置于塔身主旋杆外侧 其导向支撑作用 将套架吊起 使套架安装顶身油缸的位置与塔身踏步同侧 缓慢套装在三个标准节外侧 将套架上的爬肘放在对应标准节的踏步上 顶身衡量如有设置防托装置 应注意每次顶身前都必须安插到位 在地面将平台 栏杆 撕机室 撑杆 安装到上枝座上 销轴穿插到位 开口销充分张开 将吊具挂在上枝座四个耳座上 将回转支撑总成吊起至塔身上方 使下支座下方平台开口对准塔身结爬梯 下支座连接套对准塔身结连接套缓慢落下 用高墙螺栓连接牢固 每根螺栓用双螺母拧紧防松 且应达到所需预紧力矩 将吊具挂在回转塔身四根主旋杆外 吊起回转塔身 对准上枝座缓慢落下 用四个削轴将回转塔身与上枝座连接 在地面上先把平台 栏杆 扶梯 拉板及平衡壁拉杆 装在塔顶结构上 将吊具挂在塔顶上 使塔顶下端四个枝板削孔基本保持水平 将塔顶吊到回转塔身上 需注意与支相对应的方向 缓慢落下 用四根削轴将塔顶与回转塔身连接 穿好并充分张开开口销 在地面上把平衡壁组装好 将平台 栏杆 撑杆 起升机构 电控箱 电阻箱 平衡壁拉杆 装在平衡壁上 并固接好 通过平衡壁上的安装吊耳 吊起平衡壁 平衡壁两侧硬水平 便于安装到位 用削轴固定后 将平衡壁逐渐抬高至平衡壁拉杆 与塔顶处平衡壁拉杆相连 用削轴搅接 穿好并充分张开开口销 缓慢地将平衡壁放下 按说明书要求 吊桩所需平衡重 安装在平衡壁尾部 安装平衡重时 一定要到位牢靠 速度速度